为了培养孩子们的说话技巧 新城乡立图书馆举办小小主持人体验营活动 邀请到专业主持人来指导小朋友如何做好主持人的工作 从台风、仪态和说话技巧 借由团体练习、个人发表 提供一个展现自己能力的机会 而除了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胆量 也有助于孩子们发展重要的沟通和表达能力 新城乡立图书馆在假日之后 并且办理小小主持体验营活动 由专业主持人老蓬来带领孩子们体验 并且实作来操作 要抬头挺胸 然后呢步伐要喊大方 好三位小朋友可以看我一下 如果说我这样子走路当个主持人可以吗 不好看 所以我们一定要抬头挺胸 另外呢 我们的表情一定要非常的大方 非常的自在 不能这样子不好看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在主持的时候不能哭 一定要笑笑的感觉 新城乡公所专业葛修福表示 厢队合理台相当重视厢内的阅读风气 并且全力支持馆内的各项活动 这次邀请专业主持人来引领孩子们 如何做好主持的工作 反应上可以说是相当的有成效 我们厢队合理台非常重视小朋友的任何的活动 今天呢在我们新城乡图书馆 举办了一场主持人的一个讲话 特别邀请了专业主持人 从冯茂智先生来给我们演讲 给小朋友演讲 刚刚的课程里面呢 从开始主持人的仪态 表情 手势 态度 服装方面呢 去做个要求 感觉到非常的生动 活泼 小朋友学习的呢 非常的自然 也非常的认真 这个就是我们乡长啊 对我们小朋友的期待 今天都能够展示出来 可见 小长的政策是正面的 希望大家有小朋友的呢 也利用 都利用这个时间 来参加我们新城乡图书馆 筹集办的任何小朋友的活动 厢队合理台表示 商业之后就展开争取相关经费 来大大的改善管内的软硬体设施 全力支持亲子教育的活动 并且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都会安排丰富的课程 就是要吸引家长 大的小朋友一起来体验 而这次小小主持体验活动 在专业主持人之道之下 孩子们开启主持之路 就由团体练习 个人发表提供一个 展现自己能力的机会 除了可以锻炼孩子的胆量 也助于孩子们发展重要的沟通 以及表达能力 小小主持人 耶 记者金鸿玉 新城乡博导 好 谢谢大家